女天人的大家好 我是Joanne 我今天做了Pada Puja 来跟大家分享感受 上个星期在决定做Puja后 我自己就洋洋傻傻的写了十一个心愿 每天都在期待着 等待着做Pada Puja的日子来临 今天就是这个日子了 今天早上凌晨 在睡梦中 我跪在大师跟前 大师温暖的对我说 要认真的做瑜伽 将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并给我加持 顿时呢 我整个头到背挤 全身充满了电流 这个感受呢 太真实了 我完全不觉得是在睡梦中 好感谢大师 今天上午做Puja的时候 看到大师 看到大师 当下呢 感激之类呢 一直在眼眶中打转着 下午等待大师的来电 电话中 大师的声音 温暖又慈悲 他说 他满足了我 所写的是一个愿望 另外呢 又满足了我 的两个愿望 我当时呢 真的是超感激的 也很感动 回想一路走来呢 是一直受到大师 教学的启发 我是今年五月份 在我最无力感的时候 由于王林的视频 我认识到大师 他的教学呢 实在是完全符合我的需求 而且是最科学 最有效率的 所以呢 我当时心中就全然只有相信 以至后来的事情呢 都是意料外的 顺利 在五六月的时候呢 我当时还在王林的视频 当中留言 我这辈子 一定要去印度见大师 没想到呢 真的没想到 这么快就将实现了 十二月二十号就快到了 超兴奋的 记得在八月份 做阿卡西阅读时 当时问时空大神 我呢 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去印度 当时他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你想去的时候呢 就帮你实现 当时呢 因为还没有任何的决定 可是呢 现在则是完完全全的明白 所以呢 我想借由做帕达布加呢 来表达对大师的感恩 也非常谢谢王林老师 如果没有他的视频呢 可能现在 我还是在过着无力的生活吧 希望大家呢 如果可以 都来做帕达布加 他真的是呢 会让你有一个很全新的感受 感受到大师的 慈悲 谢谢大家 离天能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